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都市恋爱观察真人秀半熟恋人 首先欢迎我们观察室里的老朋友们 欢迎王菊 老秦 欢迎大甜甜 郭先生好 子文 大家好 欢迎一心薛教授 欢迎大家 真的有盼头了 终于到大结局了 这一季最终的结果要出来了 我们先复盘一下 面前的这些爱心小所吧 看看这一季各位研究员们 在细心的分析和研究之下 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摆在这里了 目前爱情所的数量是王菊四把 然后老秦呢 你就代为保管王彦凌的 四把 我是五把 甜甜四把 子文五把 一新是七把爱情所 人生赢家呀 你真是吗 他没宣布我呢 宣布完我了 你们 你们在乎一下薛教授的感受 这原济王 我是八把还是九把来着 薛教授六把 天哪 也不错 厉害厉害 薛教授 今天因为是大结局 所以我们会发出两把爱情锁 给那个完全答对爱情线的研究员 也就是说目前看来场上局势 还有平局或者是 翻盘的可能 咱们就正在参与了 就是四把的选手 继续努力 好了 那现在就是范淑公寓的最后二十四小时了 要进行告白 赶快来看一看 范淑公寓里的最后告白时刻 我的天哪 好激动啊 我知道快要结束了 说实话不失落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屋是一个好的开始 在这里虽然没有遇到我真正喜欢的人 心动的人 但是我会把它当成一个好的起点 来日方长 也许出了小屋 我们大家还会是很好的朋友 вход 买快点 去LER 买快点 flavour 抽男就是特别感性 一个月时间有开心有难过 有得意有失恋 快结束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去勇敢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感 这种互相碰撞出来的这种火花情感 这种火花当然不只说 只是爱情方面的 我觉得友谊也是特别的 怎么说呢 让人特别的上头 我知道我的告白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但我觉得我还会对爱情充满期待的 只不过在这个小屋里面 有一些爱而不得的经历吧 喂 老罗 哥 你在干吗 我现在上班 我跟你说 就最近我在谈恋爱 我知道 我觉得挺神奇的 确实我在这里 感觉可能可以投入恋爱了 那已经是在一起了 还是你们还在接触 你在一起 在接触 接触 好 就是这么久没有恋爱 其实我是想要认真地选一个 嗯 就找一个 就是 不管说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我希望这个过程 这段恋爱 我觉得它是 就是可以重新找到那个想要很恋爱的勇气吧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你也知道我也不难走 因为我觉得之前已经真的几乎 上到就是已经觉得 好像我没有男人也能过一辈子的那种感觉 我也有跟他们聊到 确实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 当初你的那个状态对我印象也好深哦 让我觉得 其实那个对我的 怎么讲 婚姻关产生了好大的印象 我都觉得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进入一段婚姻 如果 假设如果你能重新 就是开始的话 我觉得 可能对我本人也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这个样子 对啊 所以说我才想到来这边 看看能不能找到点 爱情的感觉 嗯 最主要就是凭心选择吧 感情需要用心去体会 第二才是用眼睛去观察 最后才是用耳朵去倾听 不一定说眼见都维持 但是你心里面能感受到的 最直观的那个感受 那一定是最准确的 对不对 好吧 谢谢我 好吧 给你给你买点蛋糕吃吃吧 啊 对 然后送你个小发家 哈哈好可爱 我从来弄了 这样看到你就买 还给你学 在学习 在学习 睡不着啊 他照顾女儿的那个感觉啊 他肯定生活中 我都没有跟这个小屋拍照吗 我都没有跟这个小屋拍照吗 下次再拍吗 我想坐在这里拍 你帮我拍一张 走 好不好 痛很长吧 我也本来痛就差 这已经算是会拍的了 嗯 我也觉得 我觉得拍挺好的 拍不好也容易吵架吧 这里看日落 日出 烟花 多好看啊 我感觉我们好像不太需要说 去让对方确定的话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考虑 后面怎么样去 好好的生活在一起这样子 开饭了 好 咱第一天来的时候的菜好像 这不就是第一天的菜吗 他故意的吗 就是第一天的菜 顺手我跟你坐对面吧 我还坐原来的位置 那我就是原来是坐这儿的 对 我原来坐这儿的 我坐这儿的 我原来坐第一个 你坐这儿的 你坐那边吧 你把位置弹给Ryan走开 看一下看一下 你想 你想重现第一天的场景也可以 我就坐这儿 搞笑 我跟你换位好不好 我跟你换位 我跟你换位 那我们要不要先 乾杯 走吧 很高兴认识大家 这是第一天 不高兴认识大家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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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认识大家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最后一顿 吃的饭都是冷的 心不是冷的就可以 对 好多大蒜 好喜欢 你想吃就吃 我不会亲你的 你敢 好 他们是不是背对的镜头 越亲过 肯定亲过了好吗 对 就因为他俩的自己动作 太自然了 对 各位聊一下自己在小舞当中 这一个月 有什么想法 看法感受 然后对每一个人 是有什么想法 讲一下 讲一下 就 我先了 那你先啊 我可以先 我觉得小屋真的是一个 特别神奇的地方 就是 就每个人进来了之后 我觉得 这里好像有一个结界一样 就是进了这个结界 我们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是 比较怯懦的 但是我来了这边 那部分的怯懦变得荣感 我做了一些我可能在平常里面 就不大会做的事情 也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了一些 怦然心动的感觉 当然我也有过失落 在失落的时候 我其实能够感受到大家 每一个人给我的一些温暖 对 还有一些陪伴吧 我还有一个更好吃的给你 我已经记下了 然后第一天落单的是他们俩 联盟吗 联盟 来 联盟 他俩就是 你们的一平一笑 一言一行 其实都在治愈着我 我渐渐地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家 为什么这么香 喝了汤 Steven煮了汤 联盟汤 好幸福 我回来有热汤喝 我会一直记得这里的树 终于报仇了 还有烟花 旅盟流星 大家方向口依好吗 还有在河边的各位 七十八次应该是七十八次 七十八次 我觉得小屋的定义不仅仅是在爱情上面 它就像人生一样 爱情并不是全部 对于我来讲 小屋其实赋予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意义 就是友情 我会一直记得这里的人和事 在这个秋天里面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 感谢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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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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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怎么还没开始 是啊 你想了一个大军事 没事 奶奶 加油 我不是一个特别会处理感情关系的人 也不太知道怎么样跟男生相处 可以把关系处理到 我们可以开始往男女朋友的关系去考虑 而不是做成兄弟或者朋友 就我不太习惯 不太善于做这件事 所以从最开始进小屋的时候 我有默默地看到大家 然后当我看到你们 可能有想要去了解和关注的女生 在我的心里都觉得 我应该给你们更多的空间 所以每次我路过 看到你们坐在树下聊天 或者在餐厅聊天的时候 我都选择先撤 哎呀 我该待在哪里 救命 不打扰 所以在今天之前 我都觉得有点遗憾 就是我也有想要了解的人 也有想要去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都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有点遗憾 但今天晚上我突然觉得不会了 分别才是人生常态 而且在这里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就已经很不错了 来日方长嘛 你不想要我 你不想要我 彤彤真的是很赞的 很有魅力的女人 彤彤也值得 遇到一个真正能看到你的人 嗯 好好地疼你 真的好好地疼你 然后 然后 皮皮是个 可能表面上看上去酷酷的 但是昨天晚上时装周的时候 她跟我说 其实我也有少女心的时候 我也喜欢 嫩嫩的粉色 可能大家因为工作 可能大家因为工作 不要暴露我 就是 都会让自己展现出 自己特别坚强的那一面 但是坚强的背后女生 都是需要别人去疼爱的 没关系 你很勇敢 也要 继续做出自己所有想做的事 然后 遇到对的人 我其实来小屋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我可以同时认识这么多朋友 特别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 其实很少说有新的朋友 再去真正地去进入到你的生活 然后 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 嗯 然后 楠楠的话呢 是 就是我在小屋里面 第一个对她敞开心扉的人 其实我们的友情 就是在车上听音乐的时候 开始发声的 要不要听歌 哦 你听了呀 也太浪漫了 然后我觉得楠楠她是一个 像水晶一样的女孩 我是一个 很没有魅力的人吗 没有 楠楠 我跟你讲 我还想跟你讲说 如果我是男生 如果我现在是男生 我就立马把你娶回家 要轻轻地捧着她 就很怕她会摔水 然后她的心也跟水晶一样 很 很剔透 就非常纯洁 然后非常美好的一个女孩 然后的话 楠楠她是二十几号 要去广州那边 参加比赛 我会过去 我会过去找楠楠 这可能是我们分开之后 我第一个会去拜访的朋友 谢谢 谢谢 下一位是谁 我先发礼物 不然就延续不了 这种喜庆的气氛 喜庆 就传一下吧这个 往那边传 这个已经排好 这是那边的 这是楠楠 这是楠楠的 冰箱贴 冰箱贴 对 就是这个是我跟大哥 昨天在成都 然后我们就在散步 我就刚好看到两个荷包蛋 我就好适合 天啊 我不买不行 我要对我未来的那个人 说一句话 我每天早上都要吃两个荷包蛋 今天跟我吃 我们就想说 罗拉就是心里面 其实还是有那种小女孩 对 很生活很细节的 小幸福的向往 所以才会说提到 两个荷包蛋 这么具象的东西 希望你也幸福 谢谢 那到楠楠 楠楠不就是熊吗 就寒寒的 楠楠就是个熊 我是觉得是在 你们大龄组里面 最有少年气的男生 对 我觉得这个 还是挺难得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的 是吧 除了头发 除了发亮 很高的评价 很有少年气 对 然后木卫二 木卫二我送的是 我叫什么名字 真名叫小猫的小 真名叫小猫的小 闪一闪 闪一闪 然后我 是不是 周景顺 对 周景顺 对 周景顺 我今天去外太空 然后希望你能找到那个 跟你一起开火箭的人 然后我也觉得你是这个 小屋里面可能 最大的赢家 因为你赢得了九个人的喜欢 大哥 大哥的礼物 就我跟你讲 那个店铺真的是有毒 那个店铺居然有这个 舞龙舞狮 好棒 对 对 对 大哥跟我很像 因为就是我们两个都是 小屋里面最难搞的两个人 可能就是因为难搞吧 所以两个人就 也别祸害别人了 就 自己自我消化了 对 可以不消化了 对 然后 我 好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会认识 莉莉 因为她其实就是 在我日常生活中 一直想要 去认识或者是遇见 而 从来没有机会遇见的人 就是 不管是她的 学习的能力 还有她的 有趣的灵魂 就是 我很喜欢这样的女生 曾经很很久很久我都没有想过我会有那种 还会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然后认识她 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生活和惊喜 谢谢 谢谢大家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心动的感觉了 这个在现在的环境下面 你非常幸运的 你认识了一个让你心动 或者你觉得 我可以更多了解的人 哇 我真的觉得很像金子一样宝贵 告白局是在晚上 大哥 真的 有考虑过在场其他人的感受吗 我摊牌了 对 这不是晚饭以后发生的事情吗 锁死了 在接下来可能就 有点伤感 只有几个小时了 几个小时我们就要 离开这个城 离开 不是 我离开这个城市 你们可能离开这个小屋 可能有更多的一个链接 都会的 等你来 住了 突然一下 突然一下 我离开了好多次了 就住在我家 本来刚刚分了很好的 就很清算 就突然感觉 因为才来的那天 我跟芬芬说 可能就离开的时候 会绷不住 其实还没离开 到了这个氛围感里面 会觉得 其实会有很多遗憾在里面 但是 人生不常常就是这样吗 在这里没有了解到 我们下来 跟芬芬 可以加深了解 很多的 对 哇 时间够好快 够好快 怎么就快结束了 我那天也在跟 盛程说 我说 其实可能小屋给我们的 就是一个 去可以暂时 逃离残酷的现实的地方 大家每天晚上坐在一起 吃吃饭聊聊天 他刚讲话的样子 好像严陈旭了 对 在F4集齐了是吗 四五件好 四五件好 你今天的发型不窄窄了 你发型都乱了 他现在发型都扁着 你看他 叫能叔吧 能哥 能哥 他打你两轮 因为这个现实就没有 这样的地方 没有这样一群人 那现在就好 日子快到头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 如果我当时没有选择说 来到这里的话 可能 人生会有一些后悔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 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 而且我也相信 除了小屋我们还会 有联络 或许没有像现在 在小屋里面这么频繁 但是 总该 也是有一段很好的回忆吧 说实话我每天下班 其实还蛮累的 其实我是不是不大想 回家的那种 因为回家可能有一些 很多的琐事啊 烦忧啊 之类的 我每次回家开车都开很慢 但我这段时间就 开到最高速 限速的最高速回家 就迫不及待 下班第一时间 回到小屋 我觉得是小屋 让我改变了很多 让我 得到了一些生活的真谛 一些 对爱情的看法 对友情 甚至有一点亲情的感觉 大家 在小屋来之前都是陌生人 数位磨灭来自四面八方 那么快能融入在一起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好好 我修演 就是突然让我变柔和 我觉得 你能跟一个陌生人 变得如此的坦诚 变得如此的交心 能这么好的沟通 我觉得真的是千古玩儿的事情 来吧 来干杯吧 干杯 敬 敬 敬我们 敬伞收 敬 敬 敬 雨晨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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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谁 我觉得童谣是在里面 最清醒的一个女孩 而且还最勇敢 也很直接 对 不拖你带水一点的 孟静其实也挺勇敢的 孟静跟能能主动问她 你是不是喜欢别人了 我感觉你在回避我 她主动能够去表达她真实想法 包括钟南 她最后去古道师说的那番话 特别时候自己会觉得 我也不是一个铁人 我也需要 挺触动人的 其实女孩子 她就是比男生更感性的一种生物 她内心可能更希望 是在爱情上能得到滋养的一方 那刚刚能能说那个话 我也很触动 就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节目 她们不可能是这样的四面八方 各色的人聚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她们是没有一个机会去了解到的 尤其是跨界或者别的圈子 好像也不太容易一下子就走到一起 就像我们拍戏 其实就有的时候 在一个非常好的一次拍戏经历之后 一个阻散了大家都会非常地难过 对 对吧 都会很舍不得 我印象深的比方说周景顺 还有童瑶 我觉得这两个人给我感觉 就都是很清醒 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喜欢谁 想要谁 但是知道自己得不到之后 也会跟自己说也要适当地会放手 因为不放手就不会遇到新的人 我也 我也在圣神身上特别触动 一开始是会觉得有点心疼 因为感觉他老落单 但后来发现人根本不需要心疼 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姿态 是我 是我想象我觉得应该是成熟的人 面对爱情的姿态 就是我也不隐瞒 我爱你我喜欢你的这种感觉 但我也不屈就 但你要不接受呢 我也不强求 这种态度是非常成熟的 对感情的态度 我也特别喜欢顺顺 是日后元团嘉一叮叮 是的 是嘉一 我喜欢她的是她很执着 她就喜欢一个人 她就去追求她 谁煲汤吗 是汤吗 嘉一参 肯定是你煲的 她也会懂得去制造浪漫 而顺顺的状态 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人 大多数时候的状态 我们喜欢的人 他们未必会喜欢自己 爱不得 对 其实失败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看她 她会制造浪漫气氛 最后真的知道失败以后 她还很坦然 我猜她背地里可能哭过 但是她在人家面前 她永远是把最美好的 那个笑容留给对方 给对方一个记忆 半熟恋人 我就觉得他们有那种 分寸感 每一个人到最后 回顾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都觉得 对自己是诚实的 对别人是尊重的 我觉得 都能够这么感受 就非常好了 缺兆峰粉丝团嘉宜叮叮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罗颖跟Ryan 对 因为从他俩第一次 在车上 两个人听那个耳机 有点露露片 那个 你真的记得好细节 对 我觉得我特科他们俩 然后从他们去舞龙舞师 然后两个人 有一次吃西餐的那个 韩晴峰 到最后去成都 我就觉得这一系列下来 它满足了我的一个 糖分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就很开心 因为也可能 我这个现阶段 我就是最爱看的 就是这种 甜丑 高糖的 特甜的 我就觉得 生活中 这是一个很强的动力 这么美好的 是吧 爱情 看到他们 就是对自己 才有这个很强的 自己的这种心 和这种憧憬感 和这种憧憬 就来这个节目 我就更加确定 我今年肯定能脱单 这是好的 这是好的 这位新的朋友 就她 就罗拉会让人 让男孩 会产生那种保护欲 那为什么第一期 大家都不选她呢 也很奇怪 就是大家都 有点懵 这个姑娘到 这是什么脾气病 真的一上来 还有兄弟 就这个 不知道怎么想的 不知道怎么想的 你这是怎么接替来了呢 你的棋子是高举能能和罗拉 你别最后 光举罗拉的棋子 能能棋子 人家叶玲明明是高举能哥大棋 然后站的是能辣CG 你先是娘家代表 你站的是女方 你站的是女方 明白了 明白你的立场了 好了 大家都这么着急 我们这样 在最后的告白时刻来临之前 进入我们的真心时刻 赢得两把爱情小锁的时候到了 来猜测一下 在最终爱的告白的时候 到底谁和谁能够牵手成功双向奔赴 我觉得就只有Ryan跟罗颖这一对 一对 对 怎么了 那不然还得有别对是吗 秦小姐 快说我第一个不同意 你的罗拉CG呢 你的罗拉CG呢 因为我觉得罗拉对于 对王乐乐的这个感情 她自己还没有太确定 应该要怎么走 还是可以的 来 你说说为啥 我看人像 但是她的确打电话的时候 她有说到她其实准备好 要投入一段感情了 对 这会是愉悦的 继续是王乐乐 这最后我就觉得 最后一天是被没干 这是一对还有吗 还有别的吗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罗颖和Ryan 对 我的选择跟老秦是一样的 Ryan跟罗颖 然后能能跟罗拉 因为我觉得罗拉给她表哥 打的那个电话 说的就是王能能 没有别人 因为在最后的这几天里面 都是能能跟她聊天 能能跟她吃饭 能能跟她滑雪 她俩跟滑雪场是很甜 但是她表哥问她 那是谈了吗 没谈 那已经是在一起了 还是你们还在接触 没在一起 在接触 接触 好 她觉得我可以进入了 刚刚那个罗颖说的是 哎呀就是 我们这边就自己消化了 什么 就因为这种 就说得非常确定的话 我觉得这是能肯定的 但是能能这边 我当然是希望能能在最后一个 能够牵上罗拉的手 所以我就先是把黄罗这大旗先举好 好 能拉CP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应该会成 你说那个 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是在相处中 这个人应该是能不能 你看那个不应该在相处中 对 因为女孩子一般来说 你都犹豫 女孩一般就会 会退缩 黄罗组合肯定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其实我也是占罗拉跟能能的 这个大旗这么好坑 对 一定是他俩在一块 然后罗颖跟黄人肯定是所死了 我就选一队 就是 Ryan跟罗颖这一队 我们现在场上分成两个阵营 一个是一队阵营 对 黄罗 黄罗阵营 还有一组是两队阵营 两队阵营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因为教授跟一新选的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最后的决战 其实就在你们俩之间 如果一新选对了 那一新就胜出 如果教授选对了 那教授胜出 有可能我们两个都选错了 不至于吧 这么大的反转吗 各位 选定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战术公寓最重要的时刻 来吧 期待 最后的告白晚 好紧张哦 突然心痛开始快 哇哦 哇哦 早起好了 我当时的感受就很平静 因为我觉得肯定没有人来敲我字 这个环节 就是重现第一天的那种场景 是敲我门吗 我在想到如果他敲门我打开的时候 可能就是想到第一天他敲门的样子 我觉得我可能哭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 我可能会哭 怎么很轻巧 我必须就去学说 不是顺顺穿这么帅是要去敲谁的门 我有点紧张了 我还是选择没有告白 就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确实让我有一些成长 更笃定的是哪一种的爱情可能会更适合我一点 在这个小屋里面有一些爱而不得的经历吧 但是它不影响我对爱情的向往 对 不表白是对的 兄弟 我们很搭 你也没有表白是不是 我们很搭 真的很搭 颜色很搭 颜色很搭 那我相信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还是不得两人做 还是不得两人做 对啊 怎么回事 没事 我们世界在外面 好 疯狂鼓掌 我一早就想清楚 我也不需要去敲谁的门 因为我想说的话 想说的事情 其实在今天之前我都已经做了 在没有遇到很合适的人之前 我们不应该草率地做决定 所以今晚我还是选择了放弃 曾经我是一个很怯懦的人 在面对爱情这件事情上 是不会主动的 在未来走出小屋之后 当我真正遇到自己心动的人 我应该去努力地追逐 义无反顾地追逐 走了个红毯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 不得笑人组又多一个 可爱的 什么事啊这是 谢谢 哇 单手插走 哇 来了 小呼声 来啦 嗯 嗯 嗯 没有发生的意思 嗯 我们就在前面上 拜拜 这个冒险看着他感动 是挺感动的啊 同一个场景同样的人 但是不同的心情 随风 伪越多 我跟你说后面有人的吗 是吗 你看厨房 你看厨房 有一群吃瓜群众 现在很久了 我刚刚下来了 我换了一个衬衫 为啥 因为要跟你打 原来成年人的告白那么尴尬 怎么办 你看大嫂笑得那么甜 妈 太有仪式感了 感觉要求婚了 怎么回事 真的不像表白 你看的不知 这个环境 是不是 其实我 我没有跟你说过 其实我在你面前 其实我挺不知心的 嗯 为啥呢 嗯 因为我觉得你很优秀 就是优秀到 我会有一点不知心 这真的是我真心 然后 就 发现越来越喜欢你 这种状态 就其他女生都在想 今天怎么样美美的 怎么穿的很好看 然后你每天都在那狂吃 我今天就瞧 这个衣服快穿不下了 我就喜欢你这种状态 就很真实 然后 嗯 嗯 就点好 然后我觉得我们俩先有默契的嘛 对然后 感觉一起相处跟 很有趣 很有趣 嗯 但你也能懂我的有趣 对 嗯 缘分很奇妙 从我最开始 微信选她 就是轮到女生 现在跟男生聊天了 要选 一个男生聊 那我们继续聊吧 我这个特别重 其实还好 跟我的比起来 哇 见到面之后 她就是可能 非常激动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点 我实在不好意思啊大哥 虽然我之前说过我喜欢过麒麟啊 第一天晚餐她其实跟我都是最远的 我们两个是斜对角 但我其实晚上一直在偷喵她 最开始其实对她 她是有一些抱有怀疑的态度的 这个男生为什么 要么不说话 要么就是直勾勾地就是盯着你 然后说一些 让你很害羞的话 那你会欺负男朋友吗 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 嗯 当时觉得她是一个老手 老手 给你买的东西 什么喜欢的孩子 你怎么叫这红色 干嘛 但后来大家也都发现她 她是一个挺细心的一个人 以及她的眼睛很真诚 就是你觉得这个人 不可能再骗你 你感受得到的东西是真的 可能是她的那种真诚 她的直接 在某一个瞬间感动到我了吧 用手机的拍摄功能 给喜欢的人拍照 干嘛 你在干嘛 第一次牵手 我的手机可跟你一样吗 一样的 你是故意跟我穿一样的吗 你就跟我穿一样 我今天早上就穿这个 我们两个这么顺 其实也不是说 一个人就能去解决的 当然是 我们两个人同时都很坚定 怎么了 这是太有仪式感的圈日关系了吧 我的天哪 你愿意跟我继续走下去吗 牵手了 愿意啊 嗯 愿意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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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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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啊 哇 你愿意啊 我也愿意啊 你愿意啊 不愿意啊 你愿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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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比重了美的手 啊 恭喜 恭喜啊 好厉害 还有什么东西的 起来好起的呀 我的妈 谢谢啊 谢谢 怎么有种新婚快乐的感觉 我的天哪 这些求婚 求婚成功的感觉 好 现在有一对了 下一个是谁呢 她在画大间 有人敲她们 孟静啊 不会吧 我们在钱品小园间 我有话想对你说 表白时刻 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 不是表白时刻 只是我去告诉她 我的内心想去述说的事情 只要去把我想完成的东西 完成了 我觉得在这个小屋 离开的时候 我是没有遗憾的 我没 经验 今天是不是又应该这样出来 他在紧张的不行啊 他在紧张的不行啊 就是从开始聊天 然后我就会对文件管理 助手是有兴趣的 到了第二天你跟我们约会是 就不是谁来找的 是天注定了 又不是跟我约会 但是之前推到那高度 感觉好像一时没法下来 可能我也一时无法转变 我感觉 你在 回避我 想 想多跟老拉互动一点吧 我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在执着什么 以至于后面做了很多 我平时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在那个咖啡馆一直坐着 然后我看见这个 买了一个小熊给你 我 我今天去打的 对不起 打给他们 做吊坠 做吊坠吧 或许我们中间有很多误会 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 去把这些东西 这些节 解开 所以我觉得 三十家的人 应该在及时地做出 最好的一个判断 给自己画上一个句号 给这一段心路历程 画上一个句号 好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用我的那个 网名叫披着狼皮的羊 可能我外表就是 就看起来很刚烈 其实我是 类型是一个小女生 所以我现在准备去 重新披上我的狼皮 可以做那只最酷的狼 当等待有一个人出现 可以为我卸下我的狼皮 看到我的小羊的一面 你也会 羊皮皮变成 对 其实真的就是 之前从来也没有很多女生 为我做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很多关心我的事情 我真的 发自心底是感激的 所以这样我也希望就是 你能勇敢地去追求你想追求的 那个方向去加油 好 去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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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勇敢 要我 活不下来 他真的好勇敢 对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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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了 好美 好棒 太美了 抱一个 包一个 第一天秀就该这样出现吧 第一天 就不该唱那么酷 好不好 孟静这番 也是说得好 好好地跟你说再见 好热爆了 晨晨 衣服都湿透了 那么热 好热 罗拉 她背敲了吧 罗拉 罗拉 罗拉在那里的 罗拉今天 很热 酷 哈哈哈哈 嗨 好难 好难 我们去 前冬小园间 好的 有吗 跟你说 好 干嘛要吹他两下 我考虑过 可以趁这个发展下去 如果说通过这个时间 去确立一个 非常严肃的关系 或多或少是有一些仓促 因为我觉得 大家是需要用 一辈子的时间去了解 但是我都知道 我现在真的很不想 就这样就 莫名其妙地错过了 哦 哦 哦 他就去了 这么反转的吗 我 我们在前庭见 我有话想跟你说 跟你再快 我真的感觉到 非常自在 我们猜一下 罗拉之后选谁 我现在突然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个人会这么爱 你让我们送上惊喜 你叫我 你啥呀 呜 呜 呜 表烫玩转了 我挺后爱吧 我太快了 你还记得 哇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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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会 你还记得 我会 你带 我会 你带 我会 你带 我会 我会 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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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我会 我们在做杜利 我会 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